我们在上一期的视频里有提到过200万英镑投资的方案最终实现移民英国的方式 那这一期我们来说另外一个移民英国的方式 英国工作签证 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通过工作签证最终实现移民英国的方式呢 可谓说是所有移民英国办法中最困难的一个 那为什么说在英国通过工作方式移民很难呢 难就难在了 你需要找到符合签证要求的工作 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里 我们只介绍如何申请英国的工作签证流程 这一期的话就不再详细介绍如何在英国找工作了 但是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 可以开一期如何在英国找工作的channel 那下面我们就借着今天这个机会 给大家介绍一下英国工作签证的概况 其实英国的工作签证也是分好多种的 在英国的工作签证类别里面 有短期工作签证和长期工作签证 长期工作签证里面又分普通工作签证 跨国公司员工签证 宗教签证以及运动员签证 但是我们今天呢只说普通工作签证 因为普通工作签证是大多数人需要申请的工作签证类别 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申请英国工作签证的硬性条件 首先你要确保你的雇主在英国持有雇佣外国人的执照 其次你要确保你的年薪在睡前大于等于三万英镑 这两点就是申请英国工作签证的最硬性的要求 如果有一点不满足的话 你都不会最终取得英国的工作签证 那除了雇主需要拥有雇佣外国人执照 你的年薪需要超过三万英镑之外 你还需要证明你的英语水平能力 你的英语水平能力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 都要达到英国B1的水平 也就是相当于雅思的四分 其次呢在申请签证的时候 你还要向移民局出示你在过去五年的旅行记录 证明你在英国有足够的生活费 目前的要求是你需要在英国的银行证明 你有不少于945英镑的生活费证明 申请工作签证的时候 你还需要交付在英国的医疗费 除此之外 你还需要提供费结核、测试报告 如果你的工作领域涉及到未成年人 以及老年人的话 你还有可能要提供你的无犯罪证明 英国的工作签证和英国的投资签证一样 你也可以把你的家人一同带到英国 同你一起生活 但是这里面要注意孩子的年龄不能超过18岁 如果一旦超过了18岁就不能把你的孩子带过来和你一起生活了 下面我想讲一下英国工作签证里面 对一些职位的工资特货要求 因为在节目的最初我有讲过 英国工作签证决定性的两个条件就是 第一,你的雇主需要有雇佣外国人执照 第二就是你的年薪需要大于等于三万欧元 但是如果你在英国找到了 在这些职位和岗位里面 你的工资是有特费条件的 那就是意味着 即使你不满足每年年薪超过三万英镑 但是你仍可以申请到英国的工作签证 下面这一个板块 我们来讲一下英国工作签证的移民周期 以及它的续签条件 英国工作的移民周期也是五年的时间 你在第五年有资格申请英国的永居 第六年有资格入籍 但是这里面也是有一些限制条件的 首先移民间 每年你离开英国的时间不能超过180天 你在续签的时候 你要确保你的雇主不能够改变 当然如果你的职位有变动 或者是工资有提高的话 是不需要向移民局做解释的 直接再一次续签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的公司发生了变化 你就要重新的再申请一次你的工作签证 关于第一次续签的时长 是你和雇主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时长来决定的 有的雇主和雇员签订一年的合同 那就意味着一年之后你要续签 有的雇主和雇员签订三年的合同 那就意味着你三年之后需要续签 移民局在工作签证上最长一次性 可以给你五年的工作签证 那在整个工作期间 如果发生了你的雇主更换的话 也就是说你换了一份工作 你需要立刻马上通知移民局 你现在的情况 然后重新的申请你的工作签证 不管你现在的工作签证是否有效 但是如果你在本公司内发生了职位的变更 以及工资的调整的话 只要你的工资不低于每年三万英镑 这两种情况是不需要再告知移民局的 在申请永居的时候 你要确保在英国的这五年里面 每一年离境不能超过一百八十天 除此之外 你还需要通过英国的历史考试 以及英语考试 在申请永居的那一年 你要确保你的税前工资 必须要达到三万五千八百英镑 而不是之前移民局要求的税前三万英镑 所以关于工作签证的第一次申请 签证要求续签 以及五年之后永居的流程 大致就是这些 听起来也不是很复杂 其实这个签证的本身申请 也并不是很复杂 主要的难点就是 申请者在找工作的时候 现在在2020年 如果你在刚毕业之后 想找到一份年薪超过三万英镑的工作 实属不易 所以我们认为 对于刚毕业的留学生来说 刚毕业之后就想在英国找到工作 也是一件不是很现实的事情 我们希望今年在四月份之后 PSW会回归 那一旦PSW回归之后 留学生在毕业之后 就可以申请到额外的两年时间 在英国境内找工作 那我们相信最终找到一份年薪超过三万英镑的工作 也不会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这一期关于英国的工作签证就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我会给大家介绍另一种移民英国的途径 全新的英国企业家移民 那朋友们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